美國國防部上週四發布 2022年核態勢審議報告 指中俄關係密切令核風險日益增加 美國需要現代化它的核力量 同時研究核威懾是否有需要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如何駁斥美國這份報告 對中國量身定制核威懾戰略 中方對此嚴重關切並堅決反對 汪文斌還批評美方政策 反映出他謀求絕對軍事優勢的霸權邏輯 將會刺激核軍備競賽 最終會出現什麼結果 美方強化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 日益成為核中途風險的源頭 鼓吹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核共享安排 聲稱要加強與亞太地區盟友的延伸威懾 此舉損害大國互信 挑動核軍備競賽與核對抗 刺激核擴散 嚴重破壞國際和地區的和平穩定 我們奉勸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 採取理性負責任者和政策 切實履行核財軍特殊優先責任